感谢李传良先生 讲得非常仔细 并且他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 因为他在长期在体制内工作 担任市长副市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很多感受 很多例子都是非常鲜活的 并且讲得很全面 从民营企业家到中国的司法 到这种所谓选择性的反腐 到宗教言论自由 香港和民族问题 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种极权暴政的中国 肯定是会走向灭亡 这个时间并不远 我们应该坚定信心 那么下面我想 针对李传良先生的这个演讲 我们发表一些看法 接着我们进行一个更激烈一点的 可能观众朋友更感兴趣的 就是对谈 我们对一些中共党类的问题 我们来进行一个深度的剖析 因为这个传良是体制中人 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很多人 都神经是体制中人 觉悟或者是觉醒 有不同时段 也出于不同理由 那么这个体制中人的觉醒 是神寻绝对的 神批的觉醒 对孙良刚才所讲的 结束中共暴政 是必不合少的一环 就是我在外边这么多年 一直在讲的一个观点 就是中共这个暴政集团 流氓集团或者是这个无赖集团 他垄断了中国的财富 绑架了十几亿人 要把他绑倒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离开了隔行隔夜 体制内外的所有人的这个 合力 是无法撼动他的 就哪怕你把他撼动了 如果没有一个普世价值 作为一个指导 中国未来的信政转型 也非常坎坷 所以现在体制内 很多人是混于他们的肃进 这些年 其实在接受这个普世价值 可能这个定义不一定都完全一致 就对基本的人伦底线 或者是中国本身像人传法治 和未来的信政的这个刑警 是有高度的共识的 所以刚才 船梁教华听下来呢 就是说 它是代表的这个声音 就是被压住的 这种在心底的 对普世价值的一个信念 在关键时刻 会展现出来 一方面 结束这个 中共暴政 一方面 是构成中国 信政转型的 共识 和心理基础 所以说 从这个个案 我们说一夜之秋 从一个一个的个案 我们会展望这个中共 灭亡和中国信政 重建的这个未来 因为我在江湖上 一直在讲两个事情 就是说 早些时间是通过杨红军 在讲这个中共 七十年大限 这是按照政治学上的一个理念 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 相信这么个预言 是按照这个预言的行动 会加速到的灭亡 但是我们讲这个 话题的时候 不是 像必须造 就人类历史 至今为止 一党专政 最长的历史是 苏共 七十四年 就没有一个 一党专政的 这个年限 可以超过八十年的 哪怕中共 这个邪恶政权 他因为邪的那种深度 他创造这个历史记录 他也不会超过 这个七十年大限 因为这里有这个代际政治 和其他因素这些作用 第二个说法 是我这两年不断强调 目前这个邪恶的 红二代集团 他是无法把这个党国 集团 统治的这个框架 移交到他们的后代 他们没有社会力量 现在也不再 有任何资源 会继续掌控这个国家 像传良这些人 是属于韩门官员 韩门出来的人 跟赵家人 有非常明显的冲突 这些韩门官员 也会很多人 整体上的一个倒戈 也不会让红三代 继续掌权 所以这个是非常迫在眉睫的 一个历史事变会到来 所以这个 我也不管是期待 就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时刻 就近在眼前 我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回应 李传良市长 因为是中共党内体制内的人 他讲的很多问题 其实可以这么讲 党内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首先先说一点 中国这个体制 确确实实就是这个党 它其实不是一个政党 它其实就是一个江湖的那种 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一个 帮派集团 或者讲黑帮集团而已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它是毫无权力概念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 真正是政党的话 它在这个党内是可以提不同意见的 而且呢 是你认同这个党的政治理念 你就入党 你不认同呢 你就可以声明我退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国家 这个在竞选当中 比方说还有些社会政策上 有强烈分歧的时候 尽管他是曾经是这个党的议员 他会宣布我退出这个党 然后他说我宣布加入另外一个党 这都是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呢 不是 所以我们讲啊 就是本来这个发表政治 叫不同的政治主张 发表自己的言论 选择自己愿意信任的那个政治组织 参与到里面 去共同推进社会的大众福利 这个本来是个好事情 它应该是这样 这是每个人的公民的 参与公共事务的应有权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 中国共产党大家可以看到 他说你入党自愿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一脚踏进去以后 退党就没那么自由 中国共产党呢 他有两条 一条就是说 他特别害怕人们退党 这个问题呢 我倒是在这儿啊 接着那个传良的话 就是说两句 什么意思呢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破产 改革开放以后 党内的这个贪腐现象 让很多党员看到了 这个党其实并不是 人们原来所以为的 是那么一个 所谓的先锋队组织 就他们没有什么 所谓的先进性 而恰恰是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各种理念 在这个党里面是充斥的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党 你看他好话说尽 在哪里呢 在他的党章上 在他的什么 基地制度规定上 但他坏事做绝 这个坏事又是怎么能做的 就是畅突无阻呢 因为党内有潜规则 按潜规则办事的人 可能就会在党内飞黄腾达 只要你真的按照 他那个好话说尽了的 那个正式的这个制度 和党章办事 你处处碰壁 所以我们讲了 这个党实际上 后来是被很多人 就看明白了 看明白退党办好 不让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怕万一 说一个人退党了 那么万一掀起了一个退党潮 他针就他招架不住 他觉得他那个政治形象 就会塌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党员 因为我自己原来做过这个党的 就是全党队伍 党员队伍的调查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啊 就做了一个半年时间 我参加的那个小组 我们用了两月的时间 跑了四个省 就是四个省再加一个上海市 然后我们再去写这个报告 当然全党有十个小组 用了三十万的这个统计 就是统计人员 统计什么东西呢 就统计全党这个 当时是六千多万人 他的这个年龄啊 性别啊 状况啊 这个什么 理想信念的状态什么的 去调查过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就看到 很多党员 他一旦要是从这个企业里面出去了 或者从农村到城市了 这就把党 就是党籍 要党的组织关系装口袋里面 我们叫什么 叫口袋党员 他到了一个地方 他不愿意再说 我是共产党员 他不想干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 你不能公开宣布退党 但是我可以悄悄的 离开这个党组织吧 然后呢 这就是我这是说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呢 农村里面的党支部呢 要去追 追那个农民党员 进行打工 他究竟在哪里 然后呢 要规定他那个过年的时候 回去要向那个农村的 原有的党组织要汇报 然后呢 他所在打工的地方呢 要建立党组织 把所有这些党员管起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很多党员 是明白这个党不是真正为大家做事的 所以都想退出去 但是他退不出去 这就是我们讲哈 你入党可以职业 你退党就不自由 他会用各种方式来限制你的退党 我就在这不举名了 讲我们在北京那些知名大学的教授 知名教授 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是共产党员 他们要求退党 就说好 然后呢就说 那个组织不让退 我这是说实话啊 不让退 然后好 到了2015年 2016年的时候呢 那个中主部说 你们工资都涨了吧 要交党费多交 然后呢 那些个党员交 我本来就不认你这个党组织 凭什么交党费啊 党费不交 所以那么党 他们那个党委和党支部就盯着他要 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叫我 多交党费 要交什么 我本来就已经不是不内省 那我就公开声明退党 最后呢就变成 就是说你别说你退党 我们也不给你要党费了 交签的 就是说大家呢 就是说相关无事 像这种情况在党内 其实不是极个别 不是极个别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帮派组织 他是不容许你 你进去 你会一脚踏进去 你踏进去容易 你出来就没得可出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最近的那个什么 胡神章的那个 讲说如果你叛党灭 你全家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江湖帮派组织 黑帮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还想说的呢 就是李传良市长说到了 就是他对党内的党员 和干部的选择性腐败 这个里边是极其残酷的 我看过一个 我们国内有个 很著名的人权历史 他就是他那个保护人权 做得很早 为了保护他 我也不说他的名字了 有一次那还是在2010年11年的时候 我们俩单独谈了一次 找了一个地方 他给我看的是什么 你知道 看的是他电脑里边的一段视频 那段视频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省里边 为了要整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 先把这个领导干部 下面的工作人员抓起来 让他去交代这个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 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情况怎么交代 那就整你 就残酷的那个酷刑啊 那酷刑是什么样的呢 可能很多人想到 我们想象的 大家看到的酷刑是皮开肉绽 鲜血淋淋 你都可以看到 其实不是的 现在是让你外表 根本看不出你受任何皮肉伤 伤都伤在里边 他就是那种阴毒阴毒的方式来残害你 所以那个人后来被抓了大概有半年 然后实在是看他说不出什么来 他自己又没问题把他放出来了 然后一年多以后 这个人权历史跟他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浑身颤抖啊 一个大男子汉啊 一年多过后 谈到这件事情 透哭流涕 根本就说不下去 浑身颤抖 你就让他想到他过去的那些情况 所以我在这儿都不好说啊 因为我是个女性啊 人家是个男的 人家对男人的下手的地方 这个东西是我没法在这儿跟大家讲 但是在那个视频上我是看到了的 因为他跟那个人权历史在讲他那段经历 我说我根本就想不到会这么阴毒 你知道 所以呢我就想说呢 这个党里面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党 在体制内的人吓死了是吓得很狠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你一旦入了党以后 别说你党内有没有民主讨论的权利 完全没有 连你作为公民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个呢我可以说我自己的经历 大家都知道2016年的时候 我为那个任志强写了篇文章去辩护他 为什么呢 那任志强提出那些不同意见 为什么不可以啊 居然提了不同意见就说他反党 然后那我就把党章和那个准则拿出来 就是原文抄党章抄准则 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一个东西 一篇文章五分之四是抄的党章和抄的 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党的纪迪条例 五分之一是我自己连接前后的语言 我写的 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些 但是他们给我扣的帽子就是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 我说你们要说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 你先说党章有严重问题 你公开宣布党章和准则有问题 那然后你再来说我有严重问题 我现在抄的是原文 然后就是当然这个里面我就不再多说了 就是说这个我把时间省给别人 就是说呢 这个前前后后找我谈了N多次话 我们讲好就在那个短短的一个星期当中 我是电话谈话 人到学校谈话 来来回回的折腾我大概有十一二回的事情 好 后来给我下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不可以讲话 我说任志强这个事情既不属于中央文件决议 又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 凭什么他就不可以批评别人 凭什么我写一篇文章 而且是写的是党章部整折的东西 居然你们要给我扣这个政治立场 有严重问题 而且在当时就开始威胁我 如果你态度不好 那可能你就要考虑考虑你的什么生活待遇啊 什么什么处分啊之类的东西 这话就已经扔过来了 后来我就说 我说既不是这个中央文件决议 凭什么我们说在党章规定说 对这个中央的文件 就对中央的那个重大方针政策 个人不能够对外发表意见 你可以通过所在的党组织的渠道 可以向上报告 直直向中央报告 我这个任志强的这个东西 完全不属于中央 就是重大方针政策 凭什么不可以 然后他们说因为你是党员 你就不可以和党的那个 就是党的组织说不一样的话 那我说好 如果你要这么讲 我现在谈的这些问题 不属于党内的保密的 不属于党的纪律 我是作为一个公民来发表意见 可以不 我说那我是公民 那你也不行 因为你首先是党员 然后你才是公民 因此就说你党内不许讲话 连你公民的发言权都给剥夺了 后来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什么他不断地在警告你 就不许讲话 就是不许讲话 包括2016年的这个 炎黄春秋被就是强行霸占的 那个头一天晚上 突然的把我叫到学校去谈话去 指着那个就是说桌上放了一堆那个纸 就高高的落起一堆来告诉我 说找你谈了这么多次 指望着你表现好一点 现在你态度越来越恶劣 我一下就火了 我说我又怎么了 我说又没有发 因为我没办法发文章了 所有渠道被他们封死了 我说凭什么你今天还要找我吓唬我 就说你态度非常恶劣 我们党组织对你尽了最大力量的挽救 你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什么时候就开始你 就开始你那天晚上真把我惹恼了 我就火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跟你们讲不通 别看你们搞纪检委的工作的人 但是你们不懂党内的制度规定 然后我说你们知道什么什么地方 有哪一条规定共产党也可以想好 面面相许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 到最后 说到最后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 他就说反正告诉你 后面以后 不管什么事情 你不要说话就行了 说你说话你就得处分你 如果你不说话 什么事你都不说话 那你就平安 第二天下午我才知道 他们就是来抢夺 延放春秋杂志编辑部的 因为我自己是延放春秋的编委 结果在中午的时候 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你下午也没有时间到 延放春秋杂志编辑部来一趟 我就去了 结果他们编辑部的人员站在路口等我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不在那个编辑部办公室 你们要跑到路口来等我 说先把情况告诉你 他们在抢占了我们的会议室 抢占了我们 所以进去了以后 没法开会 所以先告诉你思想有个准备 所以就是说呢 他实际上这对党内的党员 他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说不允许退党 不允许发言 任何事情不许说话 因此我才会在我后来的那个 就是去年的那个发言的音频当中讲 中国共产党的九千万党员 其实是九千万党奴 我一直说他们是党奴 所以这个选择性的腐败也好 这个对普通党员的这种限制 你的各种权利也好 其实就是把你当奴隶来看待 所以我这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党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因此改变这个中国目前的这种 极权政治的状态 他确实是需要党内和党外的人 体制内外的人 大家共同联合起来 因为体制内的九千万党员 其实也就是奴隶 但是呢 他那个奴隶的那个就是脚索呢 靠的比较金光闪闪 他看起来比那个体制外的人呢 那个脚索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赤裸裸的 好像他还包着一身光环 然后体制内呢 他也是靠着利益来收买你 只要你不说话 体制能够给你的好处全给你 哪怕你贪腐 这么一眼闭一眼 只要我不想收拾你的时候 你就去贪腐去 我想收拾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是 像这些问题我今天没有时间 跟大家讲这个党内的状况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 九千万党员 包括那么几百万的干部 其实就是奴隶 没有一个人 有自己的人格尊严 和有自己的权利 没有 因此我觉得这个 就是未来中国的转型 其实是可以联合起来 我们大家共同的来 就是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的 而不要把中共党内 看成是铁板一块 不是的 所以我想就补充这些情况 我再次呼吁的就是我们 体制内外的人 大家联合起来 好 谢谢大家